歡迎收看霹靂英雄童樂會 大家好 我是曾毅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慕婷 今天開始正式進入到2022的12月份了 好快喔 你知道嗎 全世界有很多的排行榜 在12月的時候都開始做一個全新的統計 年度的統計 對 因為快要過完了嘛 對對對 那有一些網頁的話呢 也許會進行改版 欸 是的 比如說手機會進行改版之類的 那改版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更精彩 更豐富 對 更便於使用嘛 是 單元更好的 裡面更多很實用的功能 所以呢 霹靂英雄童樂會 馬上進行改版 我們也順應潮流 是是是 而且我們也真的很希望 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給戲米朋友們 對 那像這當中 我們有一個單元叫做霹靂調查局 對 戲米朋友都很喜歡 都很踴躍在投票 很受歡迎 但是 你知道我聽到一些反饋 就是有時候可能要第五名的時候 哇 我好喜歡這個角色 這是唯一有聽到一點小抱怨的地方 就是呢 好像時間有點太短 是啊 這個連我都有一點感覺 因為有時候我在念那個口白的時候 是 欸 我要念快一點 因為它那個畫面很短 對 就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所以呢 我們將這個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讓大家看得更完整一點 嗯 等它那個刀出鞘 像可以它出鞘 它出來了 我們辛苦投票 就是為了看到它嘛對不對 是是是是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單元 叫做霹靂通劍 這個我很喜歡 因為呢 有一種姿勢通劍的感覺 就是呢 我們有很多一些經典的角色啊 經典的武器啊 造型啊 有時候呢 你在劇中這樣一閃而過 驚鴻一撇 對 太可惜了 你知道我們造型師花了多大的心力 我們的武器花了多少的心力建造出來 結果就這樣子沒有了 所以呢 很希望在這個單元裡面 好好的介紹給大家 不管是武器啊 服裝啊 或當時的一個設定等等 透過這個單元可以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另外呢 還有一個全新的單元 暫時保密 哎呦 還有這種保密的單元 對對 有保密啊 因為呢 它要展現的是一個全新的局面 就是我們新劇接下來的人設啊 或是裡面的一些 不管是人物的造型 或劇情的走向 對 其實跟上一個的比較區別呢 是因為我們這一次是安檔的劇 就是見往之來 對 沒錯 而且可以做一個比較 其實我們以前跟現在有什麼樣的進化 對 或是有什麼樣的不同 是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武器 還是造型 也是會慢慢的演化的嘛 是是是 尤其是武器的招式等等的 也都會有新的變化 對 其實蠻特別的 我覺得很好 那像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這檔戰民曲 好 就是那個名這個詞 大概就是說 可能跟民和之母有一點關係 沒錯 那民和之母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那他到底是正還是邪是反派 或是正派 對 以及他的心理狀態是怎樣 對 因為會影響到整個劇情 是 那也許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編劇 告訴我們說 當者人設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其實我覺得很多 就像反派或是正派 他們心目中都有一個理想 或有他們一個理念存在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大家想一想 我們這個改版後2.0的英雄童樂會 應該很精彩對不對 我自己都很期待 是不是 請大家拭目以待 是的 好 歡迎進入到今天的 霹靂英雄童樂會 掌握武林大小事 公開庭上萬事通 歡迎來到霹靂公開庭 首先公開庭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個蝶龍之亂的主題特展 正在大指展覽當中 而且別忘記 這個展場只到12月20號 沒錯 今天是12月4號 也只剩兩個禮拜約末的時間 還沒有去到朋友 趕快準備一下 是的 另外有一個 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 在上個月的時候 11月1號到11月30號 有一個很特別的網路投票 沒錯 我們票選了 對 很多霸總們 霸氣總裁 哇 現在這個最夯了 真的 但誰不喜歡霸氣總裁 我現在還特地打扮成OL 就是想要跟隨在 哇 心機好重啊 我們霸總的身邊 真的 對對對 像一個小秘書 是 那我們票選出來這些霸總們 接下來呢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安排行程了 要幹什麼 要去巡店了各位 就防母車各個點去巡一巡 對 要去當一日店長 是 哇 一日店長 跟各位見面了 對 但因為還在排行程 所以大家要緊鑼密鼓的 好好的追蹤一下 我們的霹靂網上面會有很多消息 但是呢 先把這個資訊提供給大家 大家也好安排行程 準備一下 沒錯 那當然也有很多精品的資訊 要提供給大家啦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看看 今天的公開庭裡面 有什麼樣的霹靂心訊 要分享給大家吧 歡迎來到霹靂調查局 本週的霹靂調查局呢 我們要為大家揭曉的就是 轟測天下時期的十大人氣角色 票選 沒錯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人山脈還有扣音子呢 對 總算破除了城市暗夜 是 但是呢 在開場第一局 我們的那個扣音子呢 就掛了 我們要講好一點點 是光榮捐區 對 我們是光榮捐區 會不會講話 是是是 對 對 對 那相信這個時候呢 姓名朋友們應該印象都還滿深刻的啦 那這段期間我印象深刻的是誰呢 有個好像在儀式場工作 他很喜歡吃魚耶 叫做月泰水 那我跟他很合耶 我也喜歡吃魚 你們兩個十二生肖都屬魚 對不對 對 喜歡魚就對了 屬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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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近就對了 說到他的話你會 他戴一個那個很有趣的一個面罩 單眼的面罩 會讓我想到一個電影叫做 奇幻精靈事件部 他只要掛上去的眼睛 就可以看到妖魔鬼怪 那本身月泰水也是一個獵妖者 那好像也滿有感覺的 對 將仔細想想好像滿多藥角的 沒錯 究竟你喜歡的他今天會不會進榜呢 一起來看看今天的霹靂調查局 烘測天下十大人氣角色票選 本週調查局將要揭曉 烘測天下十大人氣角色票選 沒錯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哪一些角色佔據了 謝民朋友們心中的前十名吧 首先是第十名 就是我們的玄霄太子 這位王者在烘測天下的表現 非常的亮眼 他的舞戲也是很精彩 在劇中以強悍的武力 以極過人的一個智謀稱霸苦境 這麼亮眼的一個反派角色 難怪入圍本次的排行當中了 接下來的第九名 就是我們的蔻英子 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在這一檔戲當中 他就是出場在第一集開頭而已 對 這樣就入榜了 但因為他感人的退場 讓許多戲名都無法忘懷 也因此在本檔當中 依然是登上十大排行當中 再來是本週第八名 就是上一檔也是有入圍的 時間沉著 那在本檔當中 他前後換過兩個造型 但是不論是哪一套 都是讓大家非常亮眼 而他幽默這個性格 在劇中常常跟素環珍 有一些鬥趣的對話 也顯露出他不凡的自信 更增添他自信角色的魅力 第七名就是我們的七羅生 在本檔當中 他終於把他跟暴雨辛奴 以及罪光陰的恩怨 畫下一個休止符了 但是他為了救罪光陰 義無反顧做下決定 讓自己停止了心跳 進入時間之境天池內長眠 也才讓罪光陰安然無事 那他後續究竟會不會蘇醒呢 就請大家繼續關注囉 好 本週第六名 就是為大家公認的好師傅 我們的岳太祟 是的 那他在不歸路的最終站當中 把自己裝成了天羅子的身分 與懸囂進行一個死訣 而他自知勝算不是很大 但是為了愛徒的安全 岳太祟以必死的決心來迎戰 絲毫沒有任何的懼怕 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仍是惦記著天羅子 盼望師徒來世再相逢 接下來第五名呢 就是本檔再度登場的趙世明燈 是 在本檔當中呢 因為身為銀票玄姐的創造者 為了卸下圓舞箱雙臂的銀票玄姐 因此他再度登場 想當年他這一段重出 可說是完全保密到家喔 就是為了讓觀眾能在全無防備的情況下 重溫趙世明燈 溫和治愈的個人魅力 好 再來為您公布本週第四名 他也是我們這個調查局的長者 是的 就是我們的玄童太子 你看他作風的特意獨行呢 向來只醉心在這個劍術之上 喜愛聽尋劍聲 雖然對森玉皇子之間的權力鬥爭 莫不在乎 但是呢他重情重義 而是名列黑海森玉三名的絕世劍者之一 而他在姻緣際會下參與論劍海評鑑大會 也從此跟肅環貞等人一起結緣 本週第三名就是我們北狗醉光音 對人情世世不理解的他呢 在與人應對上表現出最真實的自我 也產生不少趣味的橋段喔 而且這都是眾多戲名朋友們 喜愛北狗的因素喔 我也喜歡 是的 而且他的帽子真的好可愛 而今醉光音留居於時間程 他與苦境人士的牽連 是否真就此斬斷了呢 一切發展就讓我們靜待未來的劇情吧 好 本週第二名就是本檔初登場的 道真雙秀之一 銀票當家圓無香 怎麼樣 強強棍喔 是的 這位人情真的是強強棍喔 只要是跟他有關的票選呢 一定都有他的身影喔 他有著內斂的一個情感 更在幽默風趣當中 心懷身邊的好友與天下蒼生 在本檔中 雙秀成功地結束了南北道真的分化 忠能全心全意為了中原的和平而戰 好的 各位觀眾 本週的冠軍就是我們的土豪金 明劍無名卷收貼 在本檔當中輪番遭遇 逆海蟲返與雙魔的圍殺 而後南北道真順利合作之後呢 也依照宿恆正的計劃 與圓無香一起對戰喧囂 以巧奪無極變 將圓神獸回歸的喧囂重創 而當年這個開鎮 都是很經典的橋段呢 好的 看完這一次的十大調查之後呢 不知道你心目當中的人氣角色 今天有沒有上榜呢 有的 最喜歡貝果了 要貝果 我們之後呢 也是會持續舉辦不同的排行調查 想讓你心愛的角色登上排行榜嗎 那就趕快上霹靂台灣台的粉絲專頁 投下你神聖的一跳囉 霹靂調查局 我們下次見 西窗月 出身道家民宿 學成於仙山洞府 由女沃龍之雅稱 利用自身智慧與武力多次化險為宜 在歷經摩比之險 與天蟒地蟒之劫後 有了跌宕勃的原生機遇 上期我們講述到西窗月為密集計劃所做奔波 甚至在最終戰中 為斬蟲我頭而不惜重傷昏迷 本週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貼力在模特中 陸軍要如何再次站起吧 不敵火沒得救 南邊是生是死 世上我 正面都在城城 天上的地方是死神 也要吹金的生命 啊 陸軍啊 本國一日之日 看你這條親像哇塞人啊 你真正都不切啊 這條親像哇塞人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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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路 曾经 留到我这一片片鸡团穗 名物 天物之地 记录悠悠高昂冬中 有兵器之灵刚逝 彩虹梦欧比之心 文化如体异性 后期不逝天物 天物 我本半生半疑 到最后 千岁目睹一人一物 这不得不相信既在世间 你求生的名客秀极 便是以那口并去东西宅教 为神社之灵器 日日他乱生之城 正是国家一人 作无经典 所以秀极是 天物之地 见说狭狱的真实身份 乃是同他连生戴施的名客秀极 然而 虽是清醒 陆军仍无法下移走路 未寻复原之机 他前往一会 天守护主人 季忘忧 只见双方一谈合作条件 季忘忧更告知 医治西窗月伤势 需要圣魔圆根 神花花虚 以及最后一项要素 随后姐弟两人离开 与众人谈论 天魔再出之事 而目前首要 便是要处理魔虫之事 在一番实验下 西窗月将以转能石作为布局 并交付众人各自任务 而为了西窗月救急 夏宇等人先前往取得圣魔圆根 留在天守护的西窗月与龟老解释灭魔虫计划 此时 小狐带着心眼等人来到 表示时间只剩七天 去尽快处理魔虫之事 而天魔亦答应协助消灭魔虫 并拿出一木头 表示此物可派上用场 随后在众人合作下 成功降服魔能 但魔能归助却让众人与魔界双方起正值 将以成功了 死神八 哈哈 天魔啊 那你也成功了 原则 为我让你快先报告你 但死神八已经 给咱告出 嗯 打死神八 打死神八 启! 千万 我想天无意味 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 就是魔灵以为三声祖母意识 言死鬼的光族 我做魔灵 一定奉行星际 這個答案一條未確証,一請就想未結束 您並無關心,我本作頭階環境,現在無間傳人中一層自由 啟蒙,不准當親 啟蒙,是從我做不悔用,定的風環依靈,一旦抓出真相 啟蒙,你早不知,可下何以堵定,是從我無靈扎出 天無明報,請蒙早起病了,是明君不如在中英國,對無靈社會下了頭 一度將中英國含的混亂出兵,只將這股能量,散生意識 噢,感聞你銀河地下,是明君過路所為 是從我,我請回票主臨 天無,是不相望,無靈一時我答應應公,必出一門 如風采貴回下所言,無靈自我意想,原是一條老狗 若這張文牆,可真是神秘力行動 嗯? 無靈屬本領帶,已經共識不好,可如提出相後 都合意的方向 我做的力量,請你改動 無靈屬本領帶,無靈屬本領帶,無靈屬本領帶 你最專業,接著飄平 第一,請你問人請早前來,不可以無靈屬本領 第二,我怕無靈屬本領,我做的交流被神仙提早 嗯? 無靈屬本領帶,六兵萬象將位的地獄,請請維祖的長馬文座 無靈屬本領帶,無靈屬本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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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靈屬本領帶 吼吼吼 气氛要真劳烈的 天魔 联魔的事情很大条 这个年轻的本魔术要搁走 后因联魔狱出世 命销售解封 魔师与剑梭狭狱被抓 为处理魔能之事 天魔决定与西窗月前往天守湖 一会寄忘忧 并在寄忘忧一番解释下 只天魔暂时相信中原 而西窗月则关心自己弟弟的安慰 对此寄忘忧表示 花雕族的目标一直都是陆军 果然女艳师未查剑梭狭狱之秘 即法入惊奇神势 同时在天守湖的西窗月亦受感应 寄忘忧为虎西窗月 与女艳师展开斗法 你 Kid messageそんな幸福 四川月 现在就正有 Among you 劳中疾病 蛤? 那是 谁冲冠 金星三条 丢手冠天 冲流冲击冲 三路一冲五千冠 冲流击冠 有情如何 好 好 枪 四冲一万 龙塔幽靈 丁尖丁 谁撞 下火一斑 不是一波更多 要三波四波 分量两度 尖尖三 一事丐篼 再来 火难风风二之路 健訓政策 三的通訓 對真空 極昏色 入定 回風雄霍 啟動健訓 萬物食感 風雷制動 木頭禁物 鎖鳳齡競速任務 專富雄心 把你付出代價 好 一記癖 幾記定分 好 劈劈高竟 花魂高雄 六分之筆 六突不定 你將想的一類意味人 影相墨跡百步 好 好 誰從我一生 從來有的不有人 好 後雖有劍說俠裕逼退女夜師 但西窗月仍重命消暑之招倒地 只見寄望悠帶著昏迷的西窗月逃出 入軍蘇醒一瞬 要寄望悠救出弟弟便再次昏迷 在寄望悠逸之下 讓他暫時進入歸襲狀態 後在法宗橫竹解釋下 眾人方知 敏霄叔之劍招 便是那最後一項要素 以傷療傷 而現在關鍵只差花雕族的神花花虛 西窗月以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不自然 大issy 改著 改制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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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大哉 奇怪啊 那人来都没来啊 这可不是我能唱帮唱 终于 为救出剑说侠语 金王游交代秦甲仙 将西充月尸体 带回四号方亭火化 消息传开后 为取采集时一只女艳师 命枭书清赏四号方亭 一朵失手 趁着命枭书离开花雕族之客 季王游一乱花雕祭典 成功取得神花树根 并在其一之下 西充月终得苏醒 苏醒的陆军为了养身体 决定归隐疗伤 祖定 祖定 你的小子 哼哼 你来想为这些情 不是 我才想自家客 为何不何好保护贼贼 将贼贼贼贼 进入万丁的苦涂 如果我担保顺贼 解放 也许贼贼贼 就不用拥抱贵文养胸 想自贼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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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 若丁,你为何出名减税减税 其实这是因为失利三众 对你所说的一范围 减一减,其实并无不同 都是对主人的消防 竟是对正义的信念 二减,竟由根主与减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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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心胜费减的人 总是组织的这减税减税减 故人,你记住了三众的位 也依族资金 如果你的未来 也能无上穿三众的两首额有 哪有借账,应的万分行为 什么意思? 如丁,以非失利的民口收集 你是拥有自己现在与未来减税减税减 为这不能将你失败 收货真正义的天真 不是失败 文明不知道有败 除了,为这发现心 你已经有你不足处的虚弄爱路 你也是一个发生性可爱的人 哈? 最为人,你所有真正的感性 以及你股间的人依顺 这是你一生最定习的保重 但我不忍心这些暗年离去 未必有胸胸 因为这些这一路走来 它失去了态度 如果令我这为你的青南 也不能收货在你的心底 那这些未必太可能了 有时候没有收货 也是一种收货 让你去闻去爱 去不改 都是在感受体验作业的存在 那是好的你 这是真正的作业 这也是为这对你的收货 对姐姐归隐一事 虽是颇有不满 但她已知道自己身负天物宿命 维护姐姐安全 她亲自护送西窗月前往唐问孟泽 路上去与花雕族人马阻拦 后代狭狱断后下 西窗月顺利到达唐问孟泽 暂时归隐 之后随着天井山开启 既旺忧带领各代天物一探 竟发现这是一场阴谋 未铲除源头天使地中 命萧叔进出狭狭 两代天泽终是展开一战 双方对招来往述回 面对狭狭的决心 命萧叔当即进入中招 却在最后时刻 因体内花王力量用尽而受冲倒地 却在此时 一股毅力闯入命萧叔之身 竟是天使地中借体将士 到处一切阴谋后 天使地中欲再吸收剑说狭狱 危急之时 既旺游等人及时赶至战场 更见呼气出气飞路 再闻陆军之声 滚足复起 回复神经 吴气 龙剑陆军在线 三军这组 一位天使一较 无敌相亡 恰恰 如定 有这一较 我为将 下你收封 有这一较 无心 其他身体 抹川 otra 被提供 得大 合作 竟然 算命冰果 真好 改善劳劳劳劳劳 就让天文减山 守恋令中生气 照照 一减冠军 红灰劲 不准你变消枪 最后的凝数地球 下令凝数地球 减水减物 你枯有不足 天衣營過魔物 兼絕軍力 兵術離天一首 一致敗的領風 駕騎警官領航見識的車場 奉強迪奈力 進心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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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失手 因用雄零 零兩零 不用兵爭 請就 減水騙路啊 路德 又驕鋼火啊 一股風心 全英無敵 以安心 無盡收不了的聲音 只是內甘龍的數點證 銀行修 無敵修 這是第一聲音 只能一聲 修復衛生 鼓舞的人手 一同的人心 修復 為這 一同修 然而天晶善將破 未使一切功成的寄望優 絕一速戰 此時元八荒步入戰局 道出寄望優計劃 而一世境中 銘消書與解說俠域也絕一聯手 由內破壞天使地中 面對內外交集的天使地中 已使出驚變創世之招 是要毀滅一切 面對最終強招 元八荒以兵捷入道艦線之驅 化作極限一劍 而一世境內 並銷售硬化倦鑑配合 內外夾擊下 天使地中敗亡 中路激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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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然賣出的每一步 方法也能修出 同時的血跡 中路激發揮 後天使地中 中路激發揮 中路激發揮 黃天使之鑑 我本不敢听唱 但我一瞬间 想起三座斩金的奉行 想起三座斩金的奉行 不是沉浸的人 无法一旦认定 便不及欧兵 好兵犧牲 但你的无情 相害了他人 更相害了造金 世春晚不是梦目聚步造人 我无想欲杀一个 将在设罪改变的人 太球站近 继续前行 是你为他改嘴 你的宝帝 只闻了我的灵神 这地 宽兽了我的灵神 普遍 都消了 我相信 三座斩金的奉行 对于冰灾雪昔日所造杀业 他终是选择放下仇恨 再给冰灾雪一次重生的机会 并在唐文猛泽内 等待弟弟再次恢复 西创越 带领正道众人抗敌 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 如今 虽是暂时休息 但相信只要正道有难 我们定能再见到 陆军的绝代风华 好的 来到本周的霹雳报报 是 本周要报导给大家的就是 我们霹雳战名取得第27 还有28章 那讲过我们这个牧主播 本周有什么精彩的戏份呢 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 是我们的艺主把面具拿下来了 大家知道是天魔嘛 对 就这样子 我们就只是拿下来 要去吃个铁板烧 然后休息一下 我们吃个饭稍微休息一下 这一集 要认真起来了 我们展现实力好不好 让别人吃便当 对 领便当 没有啦 我不知道啦 我们只是就是要展现实力 因为它实力真的太坚强 惊人啦 究竟有多精彩呢 接下来来听听看 牧主播 为我们分析本周的霹雳报报 好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霹雳报 霹雳战名取第27 28章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霹雳报报 今天又为大家播报的是 霹雳战名取第27 还有28章的剧集报道 首先来到 远初天魔与穷奇这一方 远初天魔强大的力量 连崇逸与世玄组联手 也难应其风 连番战况后呢 崇逸遭到贴魔一枪穿伸 而见到崇逸生死一现的士拳组呢 连环掌除直逼贴魔 却反被贴魔一掌轰离消的躯体 咻 而天魔更赫然出现出魔窍绝世 将祖兽之脚斩断 而在祖兽消失之后呢 崇逸发现 萧的躯体竟然有了心跳 选择撤退的崇逸 不顾伤势将萧带回穷奇族 但却发现萧的状况并没有好转 激动之下再度欧险 子哥 你身后头一口 抢这里快要夹吹完工 你是真正没命路 我对 不是 你追求 一页 一顿 一顿 小 墨掌一心跳性体骗吗 又是何物性像这些体骗 不过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 萧的手指却好像有异动哦 这难道会是什么伏笔吗 另外一方面呢 原来近日频繁出现的落雷 就是天羽 还有素海陨座以及鸣母 用来隐藏彼此通讯的现象 而一路试图窃听雨外通讯的 金吉森还有叶图林 也持续追查雷云的下落 不过这一段让人家觉得蛮可爱的 就是我们的名望咯 前来查探跟孟蝶情报的他 很适向地找上我们金吉森这位大前辈呢 新妹啊 稍等一下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那如果没说话让人家前辈 那是会的名字呢 真老叫啊 真失败十足 我这个兄弟做个小鸟 有事想要请教 请你都不能记着口子的笑辈啊 这样啊 想要追对着雅青啊 那想要拜托就杀了啦 那我老前有这个傻 看你公主啊 就没收你的你这些小鸟 十足鸟啊 我们共吉祖已经说天母 现在对中原虎有危险 我们围的目标 无理不行 无理不败啊 而另一边为了送回涅槃剑的萧 遭遇拥有雨外之力的抹面人 面对强悍的雨外之力 萧使用涅槃运出天之剑正乙印 谋命人烧讯一筹 就在谋命人要再缠战之时呢 我们剑说侠玉及时出手相助 成功让萧脱身 为随而至的胡散仙 也发现这些杀手 与当时绑架小武的人 是同一个组织 因此剑说侠玉也同时通知了段金秋这一件事情 就在此时 但台二前来跟众人会合 却有意无意地想要散播对天魔的猜疑 不过我们正义的剑说侠玉 可是马上就驳斥回去呢 我好求有不安心情 因为天魔是何变落 我不准令证明 在头人把人变了几世 我不愿意的思考 就为专行与社众议人羞 杀了你的朋友 你想叫兄弟 又比同一组的收铃作动 你买去到老命都给他收收起吗 东夫受小夹之后 对天魔受他普及 但天魔的伯利之气 能有所厚借 是向他生为 专丸的众世之地 你去读家做 不如众主理教当面放下 不是准备吗 弟啊 不如有心心胸 天魔的企业 就当失为一个 长久以来阻挡两边的环界 在大家运食五元下 终于破碎 同时也代表这场环界 风云机将开战了 而被困战于 最海之葵的瑟巴虹 能否及时获救呢 在黑金之渊中 秦魔英灵赫然现身 白无垢以一腰核三母的阵仗 能够打败鸣和之母吗 接下来发展又会是如何呢 请给手术看 好 来到今天的哈烧新偶像 这个新偶像呢 顾名思义 赞鸣曲 大祖Key是谁 鸣木 对啊 就是鸣和之母 类神员 说到他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鸣和之母 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会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我觉得 他给我们的感觉 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事业为重 他要掌握整个世界 然后呢 为了这个 他的爱情 对 他的亲情 应该是都可以牺牲 你看他儿子 对 多么听他话 我就说了 我是他儿子 我也听话 是爱他还是被吓的 但是他是真的很听妈妈的话 如果妈妈想要牺牲掉他的话 他应该也是心甘情愿 你就知道 他整个人有多么让人 你知道 幸福他的人会很幸 是 所以就是很可怕 他非常的强大 所以跟我们当时讲的那个盖亚 盖亚不是 盖亚是大地之母 他的话简是邪恶的化身嘛 对 因为他是纯粹的邪恶 对啊 多纯粹 所以你就很恐怖 而且呢 你纯粹邪恶也就算了 还非常强大 是 他那时候的名言就是 他将来呢 一定要屠杀人世间 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掀起 什么样的兴风邪雨 大家要好好地留意一下 是是是 那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阿烧行偶像 明河之母 泪神员 明河之母 泪神员 本为来自于外之侵略者 旧院前于天魔一战 拜王坠入明河之中 身形聚会 仅以灵世存活藏匿 其间狡诈化身为 花雕族大地之母 恫吓二世花王 从此开启花雕族少女 献祭的黑暗传统 成就自己原力之蓄积复原 并以望君朔之躯 亲近分化金树双王之兄弟情 衍生金树内战 更谐心培植叛魔族势力 截取色九旗帜之精元 从此与鬼爵 有了一段 似真若假的母子亲情 其对花王与花雕族的迫害打压 在末世之宴重生后 再起风波 而叛九天的重出江湖 更是让当年的恩怨情仇 与九远埋下的暗流阴谋 重新浮上台面 究竟这场夙月血斗 明河将如何各个急迫 谁又是明目魔爪下的牺牲品 敬请期待 霹雳战明曲 今天节目又到了尾声了 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 每周五的DVD封面抢先看 本周的封面人物我们分为两组 第一组是色九旗还有望君硕 另外一组是我们的烟出冷还有雾爪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剧情发展呢 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霹雳战明曲 才会知道哦 是的 那看我们的封面介绍之后 不要忘记霹雳调查局如火如荼调查当中 这个礼拜的题目呢 来到哪个时辰呢 请慕婷告诉我们吧 我们这一次要票选的呢 就是九轮辽远时期的十大人气角色票选 诶 啊不就是摩托尔十二宫吗 对 偶像团体的感觉 因为每个人都很厉害 都可以独当一面 另外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莫清池 哦 对 对对对 这样想一想 好像也蛮多的哦 对啊 要把你喜欢的角色推上十大呢 很容易 记得去哪边投票呢 对 毕业台湾台的粉丝专业上面来投票 他就有机会再次登上十大咯 没错 那更多霹雳的最新讯息呢 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霹雳英雄童乐会 或是上霹雳网上面都可以做查试咯 也别忘记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 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钟 请你务必要锁定咯 不小心错过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每周一晚上在霹雳的YouTube频道上面 都可以做收看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节目安排咯 霹雳英雄童乐会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